我们先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背景 在读哥林多后书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在《史如行传》 《史如行传》里面,讲到保罗在哥林多那边的传道 《史如行传》有28章 前面几章,1到5章里面的主角是彼得 然后,6、7、8三章的主角是斯蒂凡跟菲利 就是那七个执事里面的这两位 第9章,就开始提到扫罗了 提到扫罗的得救,他信主 然后,10、11、12这三章,又回过头来提到彼得 特别是提到彼得把福音传到哥林流那边 所以,福音这时候就转到外邦人当中 从13章以后,全部都是在讲保罗 保罗这时候就越上台面 成为《史如行传》里面的主角人物 13、14这两章是讲到保罗的第一次旅行传道 第一次旅行传道,去到什么地方? 那时候,他跟巴拿巴先是到了居比路岛 然后,后来上到大陆,到了小亚西亚半岛上面 传道的这个区域,可以说就是加拉太的地方 接着他就回到安提阿 所以,第一次旅行的重点 就是居比路,就是所经认的塞浦路斯 还有加拉太,这两个区域 接着第15章,是讲到耶路撒冷的大会 接着16、17、18 这三章,就讲到他第二次的旅行传道 第二次的旅行传道,他从安提阿出发 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特罗亚 这时候,他看到一个马其顿的异象 他就过海,到了欧洲 先到菲利比,接着到铁撒罗尼加 接着最后到了哥林多 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一年六个月 接着完了之后,他就从海陆到了耶路撒冷 然后再从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 所以这是他的第二次旅行传道 第二次旅行传道里面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这次他看到马其顿异象 从亚洲进到欧洲,这是一个突破 他这次工作的重心,是在哥林多 哥林多待的时间最长,有一年半 所以哥林多教会,就在他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 建立起来的 接着,19章20章是讲到他第三次的旅行 第三次的旅行,他一样从安提阿出发 这次他就直接来到以弗所 以弗所是亚西亚这边的 可以说是最大的一座城市 在这里,他就待了最长的时间 他待了两年三个月 这当中,让整个亚西亚的地方 就是这个,你看到这个半岛 上面这个大的半岛的左边,叫做亚西亚省 让那边的人都听到福音了 完了之后,他就去到北边的马其顿 然后再到最后到了哥林多 然后,最后他要从哥林多再回到耶路撒冷 在那个地方,他就被捕 他在以弗所这两年三个月当中 他是在这个地方,他写了哥林多前书 后来离开以弗所之后 他可能到了菲利比的地方,就写下哥林多后书 所以,第三次旅行传道的重点,是在以弗所 以弗所这个地方,他待在最久 使全亚西亚都听到福音 接着从第21章到26章 他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就被抓起来了 后来被关在该撒利 这几章就讲到他被受审 被抓起来,然后受审的情况 在这里,他总共被关了两年 关了两年之后,他就上述到罗马 所以,接着27章28章,就讲到他第四次的旅行 就是坐船,从该撒利亚往罗马去 后来他到了罗马之后,又被关了两年,才得到释放 所以,在这个当中 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就写了监狱的书信 所以,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的大纲 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在看他的第三次的旅行 因为他在第三次的旅行当中 他就写下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 甚至于后来写了罗马书 所以,这是第三次旅行当中,所写的几封书信 所以,他第三次旅行传道 他就在以弗所停留 停留了两年、三个月 在这当中,他就先写了哥林多前书 因为在这当中,哥林多教会那边有人过来 问保罗一些关于教会的问题 同时也把哥林多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分门结党等等,告诉保罗 所以那时候,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 给哥林多教会 但是那封书信,好像并没有太多的 解决他们里面的某一些问题 特别是,里面有人乱伦 娶了自己父亲的妾,做自己的妻子 这个事情好像,这个教会没有很严格的起来 来管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写了封信,责备他们 就是哥林多前书 这里面有提到这个事情 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太在意 所以后来,保罗就亲自到哥林多 就是他等于是他第二次去了 前一次去,是他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 在那边建立那个教会 回来之后,这个等于是他第二次去造访哥林多了 结果去,希望能够当面解决这个事情 但是没有成功,所以他就杀鱼而归 然后他回来之后,就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书信 被称为说是流泪的书信 这写了一封流泪跟严厉的书信 这封信现在已经失传了 不晓得它里面写什么内容 但是知道说它的内容比较严厉 这封信写的时候,就托提多送过去 所以提多就把这封信带到哥林多 保罗就在等着看这次写这封信 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在他等提多送信去之后 在以弗所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一件暴动 那时候,他们就有一些做拜偶像的东西的,那些叶子 起来暴动,要逼迫保罗,要杀保罗 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平定了之后 保罗就离开了以弗所 他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里面 有提到一件事情,可能就是指着以弗所的暴动 他在第一章第八节,他有提到说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到底在亚西亚遭遇什么苦难,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可能就是以弗所的这场暴动 那时候,他差点被拉到西园子,被拉到剧场里面去 那时候,暴民都在那个地方 后来是亚西亚的几个领袖 力劝保罗,叫他不要进去,太危险了 所以,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 亚西亚遭遇了这苦难,可能是这件事情 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平定之后 他就从以弗所离开 离开到了特罗亚这个地方,往北去,到特罗亚 他在那个地方等候提多 因为他提多帮他送行 他们可能约好在特罗亚见面 他这件事情,他也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12节有提到 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 主也给我开了门 所以他到那边去,他不是只是在那边等候提多 过来跟他会合 在那个地方,神也给他开了门 让他在那个地方也传扬福音 所以他是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 但是在特罗亚那个地方 等了半天,没有等到提多,心里就觉得不安 他说,在哥林多后书2章13节 他就说,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 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亡 到马其顿去了 马其顿就是在希腊半岛的北边 所以他就过了海,到了菲利比 菲利比就是在马其顿的境内 结果到那个地方 他看看是不是在那个地方可以遇到提多 后来果然,提多这时候从哥林多上来 到了菲利比,就找到了保罗 而且他带来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在哥林多那个教会 本来是蛮排斥保罗的一些劝告 所以那时候保罗很伤心,很失望 还写了那一封很严厉的信 结果这回提多把那封信带过去之后 提多这个人个性也可能比较强悍一点 在哥林多教会,就用比较对他们不留情面 这个教会后来就真实的悔改 然后完全的接纳保罗 所以,提多就从哥林多那边来,带来好消息 本来保罗心里头,一直很担心这个教会 不知道这个教会这样子下去怎么办 结果一听到提多带来的好消息 心里头就好欢喜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写下了哥林多后书 所以你就看到哥林多后书一开始 保罗里面充满了安慰,充满了喜乐 为什么呢? 因为接到从提多带来的好消息 所以,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 他其实总共写了几封书信 照这个判断,看起来好像他总共前前后后写了四封 前面有一封,已经现在失传了 接着第二封,就是哥林多前书 第三封,就是那封流泪严厉的书信 最后一封,就是哥林多后书 第一封书信里面是讲什么呢? 就是提到说,不可以与淫乱的人相交 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提到 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 我之前有写一封信给你们 告诉你们,不可以跟淫乱的人相交 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声明 就是澄清一下说 这个所谓淫乱的人,不是指所有的淫乱的 就是那些不信的人 他说,我所谓淫乱的人,是指那些自称是弟兄 但是又活在淫乱的罪里面 不愿意离开的那些人 他说,这些人就不要跟他们相交 甚至于连跟他们一起吃饭都不可以 除非他们悔改 所以,他曾经有一封信 在哥林多前书之前,写过一封信,谈到这个事情 这封信,结果后来我们有人分析 它可能是哥林多后书里面的某一小段 大概是,以后我们会看到第6章、第7章 第6章底到第7章开头那里 第6章的第14节开始,一直到第7章的第1节 这里有几节 可能就是当初的第一封书戏 有可能的部分内容 因为你把那一段抽掉的话 哥林多后书就变得非常的流畅 那段文字好像是插进去的 那段的文字,就是讲到不可以跟淫乱的人相交 所以,有人认为说,那一段可能是第一封书信的一部分 哥林多前书的重点是讲到什么? 讲到教会的问题 所以,哥林多前书主要是讨论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这封流泪跟严厉的书信 是在比较严严的来责备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后书,是讲到主工人的特质 所以,我们比较一下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 有什么不一样? 一封是讲教会 一封是讲到教会里面传道的人 所以,这是两个方面不一样的重点 哥林多前书里面,对于教会里面的问题 就很有条理的 一条一条做出解释 讲到说,教会里面不要分门别类 然后讲到教会里面,守独生的问题 还有,要怎么样对付那些犯罪的人 还有恩赐怎么回事 还有蒙头怎么回事 还有复活,到底有没有复活 所以,他对于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问题 他就非常有条理的做解释 哥林多后书,因为有人就是在质疑保罗使徒的权柄 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就有很多地方 就讲到他个人的一些事情 因为他本来是不想自夸 他是被逼到了,不得已 所以,他得自夸一下 讲到自己的一些经历 同时讲到做神的工人,应该要有什么样的特质 他在各方面都显示出来 他就是领受了神的托付,要传扬这个福音 所以,他里面这封书信,就不像是哥林多前书那么有条理 因为里面,他充满了他的负担跟感觉 然后,充满了感情 甚至于情绪,没有错 所以,这封书信,你就感觉到他里面的感情比较冲动 然后,看起来比较条理,不像哥林多前书那么清楚 但是,你也可以在这封书信里面 最多的看到保罗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身为一个神的仆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是被击到了,所以只好讲 他被逼到了,但是好在有人逼他 不然的话,我们也不晓得说,身为一个神的仆人 他需要经过哪一些事情 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 这两个卷书信,写作的时间 相隔可能差不多是一年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容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泰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和亚该亚片处的众圣徒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所以,这封信不仅是写给哥林多教会 也写给亚该亚片处的众圣徒 亚该亚就是希腊半岛的南边 就是哥林多这个城市所在的省份,叫亚该亚 北边叫做马其顿,南边叫做亚该亚 所以,当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 附近的教会也都一起来读这封信 第三节到第七节这边讲到说 他对于神释下的安慰,充满了赞美跟感谢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 这个时候,我们说保罗是到了什么地方? 他写这封信的时候 在马其顿,很可能是在菲利比 所以那时候,他是已经遇到了提多 提多把好消息带过来 哇,这个保罗啊! 因为哥林多教会,得也是他建立的 所以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那些弟兄姊妹们 等于是他属灵的儿女 这个属灵的儿女,他们灵里面碰到问题 本来他心里头一直放心不下 非常的操心,非常的挂念 结果现在发现,他们都回转了 都悔改了,他就好高兴 他说,真的是神在安慰他 因为保罗他自己 他说他在亚细亚那时候,被压太重 那时候,他承受了外面很多的压力 加上里面这个压力,他真的是走得非常的辛苦 但是这时候,神给他安慰 所以他就感谢神 第四节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示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们受患难,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保罗他从神那边得到极大的安慰 但是,他也把神示给他安慰的背后的意义 也在这里面讲出来 因为,我们基督徒在苦难当中经过了 我们在他当中,也经历到神安慰我们 那这有什么意义呢? 这里面都是什么? 感谢主,终于爬过一座山,终于从苦经干来了 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 我们知道,每次经过一个苦难之后 第一个,我们的信心,就经过考验 才会有真正的精子出来 我们经过考验之后,就比金金更加的宝贵 所以,我们信心需要经过熬炼的 还有,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恋,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所以,患难还有什么作用? 患难可以让我们生出忍耐 在忍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生出老恋 老恋或者翻作性格 我们的性格就会被塑造出来 所以,有一些神圣的性格 本来在我们身上是很肤浅的 但是,经过苦难的熬炼之后 它就会深刻的成为我们性情的一部分 所以,苦难就像是熬中的热火一样 会把一些淘气上面的颜色,花纹 这是烙印在淘气上面 所以,苦难对我们的信心 可以造就我们的信心 还有,苦难可以让我们产生出坚忍的品格 还有,他说,这苦难 让我们在经过之后,我们得到安慰 这个安慰叫我们可以去安慰 那些经过同样苦难的人 所以,神让我们经过一些苦难 将来我们就更可以去帮助别人 因为我们自己从里面走过 所以,保罗说,经过这个 他可以从神所得到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你自己有经过这个苦难之后 你所讲出来的话 跟没有经过这个苦难的人所提出来的安慰 背后的历练,完全不一样 所以,保罗知道,这个都是有神的美意 所以,他说,我们既然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们为主受的苦越深 我们从神领受的喜乐怎么,就越大 一个人如果喜乐不够大 可能因为我们受的苦还不够深 我们生活太平顺了 我们所领受的喜乐,其实也是比较浅 他说,当我们多多的受到基督的苦楚的时候 我们会从神得到更多的安慰 同时也得到更大的喜乐 所以,我们那时候讲到说 十字架会引进圣灵 圣灵会再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的钱 所以,当我们经历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 我们会更多的接受圣灵的充满 也就会得到更多圣灵的喜乐 得到圣灵的安慰 所以,他说,这是一个铁的法则 他说,我们受患难,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也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 所以,保罗是一个主的工人 主的工人会要有这样的一个体认 是什么体认? 就是我们遭遇到一些事情 很多时候,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个人 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个人的好处,或怎么样 乃是为着寻扬 有的时候,你想说 这一段时间,我刚好遇到一件什么事情 然后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结果后来发现,不久之后 你就遇到一位弟兄姊妹 或者说你在教会里面 你就把这个见证拿出来分享 就刚好是有人需要这样的一个提醒或者安慰 原来神上里遭遇到那件事情 不单单是为着你个人,很可能是为着别人 保罗更是这方面的经验,是不计其数 他知道说,他遇到这样的一个患难 不是为他自己,乃是为着别人 他从神得到这个安慰 还不仅仅是为着他自己,也更是为着别人 所以,我们自己过生活,就是要警醒 我们知道是说,因为我们现在 特别是一个服侍神的人 他许多时候,他遭遇到的事情 是为着弟兄姊妹们的益处 所以,他需要比较有警觉 知道说,从这件事情上头,我个人得着什么 然后,弟兄姊妹们可以从当中得着什么 所以他说,他受患难是为了叫他们得安慰,得拯救 他像是一个属灵的父亲一样 他需要为着这个儿女的益处 他需要承担许多的患难 他承担那些患难,是为了要让那些儿女得到好处 要叫他们得安慰,得拯救 另外一方面,当他自己得到安慰的时候 也是要让这些儿女得到好处 叫他们也能够得到安慰 这个安慰,叫他们可以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 所以,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保罗所经历到的一切 都要成为他所牧养的这些小羊的一处 他说,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 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你看到保罗这句话里面的信心 有的时候,我们很盼望 就是我们所服侍的小羊一帆风顺 胃口很好,长大 然后一路蒙神保守,都很好 这样是我们最开心 但是,有的时候不是这样 他们会经历到一些患难跟挫折 即使是这样子,保罗还是欢欢喜喜的 他里面向着他们有盼望的 他不会说,好可怜,怎么办 这个谁又遇到什么事 他说,他向着他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 知道他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所以,虽然他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们在苦难当中 但是他向着他们有信心 知道神一定会安慰他们 知道神在他们身上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得胜 所以,这个叫做他的盼望是确定的 当他的信心是这么坚定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的心也跟着就坚固了 如果他在那边,自己在那边害怕的不得了 弟兄姊妹们也在害怕,那就不行 一点点风吹丑动,就被吓得不得了 保罗不是,保罗他里面有这个笃定 因为他自己经过 他晓得说,这些风浪都算不得什么 只是我们里面的信心要更加的坚固 所以,他向着他们有一个确定的盼望 接着第8节到第11节,就讲到他自己的经历 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我就讲到说,可能是以弗所的那一场暴动 他说,我们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当一个人,对自己都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了 那时候,他就可以完全的来依靠神 所以他说,他自己都没办法了 所以,就是只能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结果他说,神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人要救我们,过去救我们 他说,现在要救我们 而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神过去就拯救,现在要拯救,将来也要拯救 将来要拯救,你当然可以说 就是讲到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主灭的时候 我们身体要得俗 这个也可以这样解释 但是,我是觉得说,也有可能指着说 在有生之年,神是一路保守我们 一路拯救我们到底 过去怎么样拯救我们 现在要拯救我们,将来还要拯救我们 我们就是一路都蒙神的保守 祂把我们真的是抱在祂的怀里 所以,向着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跟把握 我们走在这人生的路上,就比较不会害怕 哈利路亚 然后,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 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 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中文,我读中文圣经里面 我觉得最比较头痛的事,都是保罗的书信 我觉得保罗书信用中文翻译起来 有的时候读起来,会觉得好像不太顺 所以要看一下英文,翻译英文就比较顺 其他的别的卷书都还OK 书信特别需要配合英文看 我觉得好像稍微容易一点 像这里,这也是一个历史 这句话11节 11节,我后来就参考一下别的 我们看一下PowerPoint 另外这个叫新译本 这一节它怎么办?它说 请你们一同用祷告支持我们 好使许多人为着我们所蒙的恩献上感谢 这恩是借着许多人的代求而得到的 这个翻译,觉得通顺多了 就是,请他们哥林多教会为他们祷告 然后,当这个神随听这个祷告的时候 许多人就会一起献上感谢 为什么呢? 这个恩典是因为许多人,包括哥林多教会 他们的代求而得到的 所以,众人就会因此而感恩 所以,他们是经过苦难,没错 但是也需要众人的祷告 经过苦难,神拯救他们 但是也需要众人的代求 接着第12节也是 12节中文翻译 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 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 我这个版本里面还有一个斗点 然后再视为人 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 向你们更是这样 其实我刚刚提到那个斗点,我拿掉会比较清楚一点 如果说是心意本,那就这样讲了 我们引以为荣的,就是我们处事为人 是本着神的圣洁和真诚 不是靠着人的聪明,而是靠着神的恩典 对你们更是这样,这是我们的良心可以作证的 我只好觉得,心意本在这两节里面 好像翻得比较清楚一点 保罗以什么为荣? 他所夸的是什么? 看,和诚本好像是夸他自己的良心 其实他是夸的,他再视为人 是靠着神的圣洁跟真诚 这个不是靠着人的聪明,是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真诚的生活 这都是靠着神的恩典 甚至我们从这些患难当中,能够得胜 能够在这个患难当中,经过这许多的试探 还能够得胜,活出一个圣洁跟真诚的生活 这个是什么? 不是靠着人的聪明,乃是靠着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出来 这是保罗他引以为荣的 他那时候从患难当中,得着拯救,得着释放 不是耍一些什么手段 不是用一些什么人的聪明智慧 他乃是因着神的恩典 以至于他的为人,是本着神的圣洁跟真诚 在他的行为上面,没有瑕疵的 没有瑕疵 他为着这个,他能够一生走在这条路上 他引以为荣 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 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 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 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 这个特别不懂 然后,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 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 这段我读半天 后来我发现,NIV好像比较清楚一点 我把NIV的,把它翻成中文这样讲 我们现在所写的,并非你们无法读、无法明白的 正如你们对我们已经有一些认识 我盼望你们还要彻底的认识我们 以至于你们能够以我们为荣 正如在主耶稣的日子,我们将以你们为荣一样 这段话,我想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保罗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他说,我所写的就是字面上的这些意思 没有什么被坏,什么玄外之音 没有,就是很浅白的 你读到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现在所写的,就是你们所读到的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 保罗都是很直白的跟他们讲真理 他不用那些高颜大字 什么奥妙的道 没有,他就讲得很直白 然后他说 就如你们对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认识 一样,你们已经有些认识我们了 但是,我盼望你们对我们还要更加彻底的认识 完全的认识 以至于,你们可以以我们为荣 这些变尼多教会的弟兄姊妹 对于保罗还没有说完全的接纳 在这之前,对于他的使徒的权柄 还是有点怀疑 他们现在悔改了,在信心里面 他们完全的接纳保罗 但是保罗说,他还是希望他们对他自己更深刻的认识 认识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的仆人 当他们更多认识保罗的时候 他们就会以保罗为荣 就会说,真的,这个是我们属灵的父亲 就像是保罗在将来,主耶稣再来之后 他会以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属灵的儿女为荣一样 他们这时候应该要以保罗为荣的 所以,保罗后面的这些更多后书 就是要让他们更多的认识他自己 知道说,一个神的仆人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 然后接着他说,第15节 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 叫你们再得益处 我这样什么深信? 他相信这些弟兄姊妹们,会更多的认识他 然后,会以他为荣 所以他就盼望能够再去他那边,叫他们能够多得到益处 为什么?就是当他们愿意接纳保罗的时候 保罗就可以有更多的可以给他们的 因为他们可以接受 如果他们不相信,不信任保罗的话 保罗去了,他们也不听,那没有用 所以保罗现在他说,他相信 他对于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他们会认识他,然后会更多的接纳他 所以他有一个计划 他这个计划是怎么样? 他说,我要到你们那边去 然后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 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我们犹太去 这是保罗他本来的一个计划 我们看这个power point,可以看得出来 他本来计划是怎么样? 他说,他有意到他们那里去 所以他从以弗所出发,打算说先到哥林多 然后,叫你们再得益处 so let you might benefit twice 他们可以从保罗得到帮助 得到两次的帮助 什么叫得到两次的帮助? 就是他先去哥林多,然后让他们得帮助了 事后,他从哥林多再到北边的马其顿 然后,再从马其顿再回到哥林多 然后再从哥林多,从那边离开,往犹太去 就是往耶路撒冷去 所以,他在哥林多,前后就待了两次 前后待了两次 第一次是从以弗所过去 第二次是从菲利比,从马其顿那边回来的时候 又经过哥林多 所以他说,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让他们得到两次的好处了 这是他本来的计划 但是后来,他的计划改了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对于 他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回事 其实他总有好几个计划 他的A计划是什么? 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最后一章 第5节到第6节里面,他本来有提到 他打算从以弗所 从以弗所先到马其顿 经过马其顿之后 马其顿在北边,再到哥林多 这个是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跟他们这么说的 然后从哥林多,让他们送行到耶路撒冷 他们就从那边离开了,往耶路撒冷去 这是他的A计划 这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本来跟他们所提的 后来他改变主意 跟他们说,他现在有个B计划 B计划就在哥林多后书这个地方所提的 他从以弗所在右边 他说,我要先到你们那边去,先到哥林多 然后再从哥林多去到马其顿,到北边马其顿 然后再从马其顿回到哥林多 从哥林多再离开,往耶路撒冷去 这个是他的B计划 结果到最后,他也不是A计划,也不是B计划 后来是C计划,结果是怎么样? 最后他是从以弗所离开东边 然后到了马其顿,就是他现在所走的路 到了马其顿之后,他在那边写了哥林多后书了 后来再去到哥林多,哥林多之后 那时候又碰到一些状况 本来他希望从哥林多,就直接回耶路撒冷 但是后来碰到有人想要在船上,想要暗算他 所以他就不走海路,他又走陆路,又回到马其顿 又回到马其顿之后 然后再从那边经过坐船,到特罗亚等等 然后坐船,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到最后,他的结果又不一样 他的这个计划,一波三折,变来变去 所以有人就会说,保罗这个人讲话不可靠 本来说这样子的,后来又是那样子的 所以他所传的道,到底可信不可信 他有时候说,神答应我们怎么样? 可是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都不算 你说所谓说,神怎么样答应我们,到底算不算? 他就说,第17节 我有此意,起事反复不定吗? 我所起的意,起事从情欲起的,叫我乎是乎非吗? 他的一些计划也许会改变 因为这个,情势有说什么? 有新的改变 这个叫什么,随不上什么 这句话叫什么? 突然忘掉 气话赶不上变化 对,气话赶不上变化 刚才是谁说的? 没错,就是这句话,你是小儿吗? 气话赶不上变化,没错 所以保罗有一些计划 但是,后来事情的变化,让他又改了 但是,神的话是不变的 圣经里面所传的那些道 他说,那个不是气话赶不上变化 神的话都是阿门的,都是赤的 所以他说18节,我指着信实的神说 我会向你们所传的道,没有是而又非的 不会说,神答应我们什么,后来又改了 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 有时候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时候会有一些改变 所以,有些人,比方说我年轻的时候,写了一些简经的书 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我会大幅的修改 因为年纪大以后,他看法有时候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人叫做迦尔文 迦尔文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教要义》 因为基督教原理,基督教要义 那个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了 等于是改教运动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本著作 那是用很有系统的方式,把神的那个真理里面的真理,把它呈现出来 结果后来这本书,从刚开始很薄 后来一再增定,增定,增定 到了他年纪大的时候,已经增定不了多少百了 然后,就变了很大的一本书 但是,有人分析这本书里面发现 它里面的那些观点,几乎没有改变 从年轻的时候,到年纪老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变 它有变得更加丰富,但是基本的看法没有太多的改变 这不容易,你要年轻的时候 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就要非常准确 以至于你这一辈子,都认定这个事是对的 保罗,保罗他所传讲的 他没有说,我哪一卷书是我最早写的 写到后来的时候,跟前面的看法又不一样 没有,因为他是从神得到启示的 所以,当神给他一个光的时候,他写下来 这就定了,后面不会 我年纪大的时候,看法改变 因为那不是他的想法,那是神给他的光 所以就没有改变 所以他所传讲的道,也都一直没有变 而且里面讲到神的应许 神应许这个,就不会再变 所以他说,你不要看说,我这一些旅程的计划在改变 他说,在神的道,不会改变 接着他说,第十九节 因为我和希腊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 实在原文叫做阿门 叫神因着我们得荣耀 这句话怎么解释? 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他说,当我们说阿门的时候,神得荣耀 因为在基督里面,这些应许都是是的,都是阿门的 然后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也向着神回应说阿门的时候 神就得到荣耀 照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好像有这个意思 所以,当我们的口,跟神的词意 我们就是赞同,我们就是在呼应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就说阿门,阿门的时候,神就得到荣耀 当圣经里面讲什么东西 我们在阿门的时候,神就得到荣耀 我们如果再说,这不可能,那不可能 我们就没有再荣耀神 但当我们在阿门的时候 他说,借着我们说阿门,神得到荣耀 我想,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当我们真正去经历到神的应许 在我们这些属祂的百姓身上实现的时候 神也得到荣耀 所以,耶稣基督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他的应许都是真实的 别人说,这个圣经里面这么说了 但是,我在你身上看到,真的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叫神得到荣耀 21节,他说,那在基督里兼顾我们和你们 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 祂又用印,印了我们 并视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凭据 这是讲到属神的儿女,还有神的仆人 身上的特征 神兼顾我们 第一个,神兼顾我们 让我们的心心坚定 让我们走在这条属天的路上 第二个,神高我们 神高磨我们 因为我们被神高磨了 高磨是干什么? 高磨是为了要服事神 所以,神的仆人要被神高磨 你的服事才会有这个权柄 祂又用印,印了我们 英文是说,set his seal of ownership on us 祂把一个所有权的印章印在我们身上 表示说,我们是属于祂的 接着,而且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deposit guarantee what is to come 这个保证将来我们会得着属天的基业 这个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作用 它是一个凭据,是一个值 所以,他接着23节24节就解释说 为什么他的计划会改变 他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 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了宽容你们 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 因为你们平信才站立得住 他解释就是说,他没有去 是因为那个时候,时机还不对 那个时候,哥林多教会的人 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接纳,准备好接纳保罗 所以保罗他不要过去用这种好像高压的手段说 好了,我现在来了 我现在要好好地来对付你们那些不听话的人 他说,他不要用这种高压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让他们能够自动自发,自己有一些觉醒 他说,他不是要来挟管他们的信心 什么叫挟管他们的信心? 就是有些人,他对神没有信心,对保罗没有信心 那他是因为现在是怎么样? 看到保罗生气了 好了,你不要生气了,我就听你的就是了 什么等等 这个叫做挟管他的信心,他不是自动自发的 他是因为情势所迫,才做出一些配合的动作 保罗说,他不是要挟管他们 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我们带人跟随主 我们不要说是,比方说这个人聚会一下来,一下不来 我就打电话去吹,去push,威胁利用 这样的话就没意思 这个叫做挟管人的信心 有的人是要这样对付,特别是说小孩子 但是到了一个程度,你就没办法用这个方式了 我们希望他能够自动自发 他说,我们是要帮助你们的快乐 因为你们凭着信,才占你的主 凭着什么信? 凭着自己的信心 不是凭着保罗的信心 对不对? 一个人如果走到一个地步 还是要旁边扶着牵着,才能够走的话 他是站立不住的 一定要,你要凭着信 凭着什么信? 凭着自己,向着神的信心 才能够站立得住 所以,为着帮助他自己能够走得更好 保罗他不挟管他们的信心 就是说,我不在旁边驾着你,往前走 你要自己走 你如果跌倒的话,你要自己学着爬起来 所以,我想这个是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意思 时间差不多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第一章好了